鞜公张敬軒号召力惊人 最近还荣升KOL排行榜首位 今年手头上已经为20个大小品牌服务 果然是受客户欢迎 而这日鞜公再出席一个品牌活动 逆色深配戴客户的首饰 鞜公即将为年尾十场的跨年演唱会闭关 之后还要忙到下年才可以休息 今次的演唱会首先是我第一次 应该是个人在香港的大演唱会 第一次三面台 以往做红管斗四面台就习惯一点 三面台又是另外一种表演的模式 所以也有很多东西要练习 由于中间还加上了一个颁奖礼 那个颁奖礼会跟我分享我的舞台 我们同一个舞台就两个节目用 而中间也涉及一些拆射 所以其实我们中间多了三天的休息 陈哥三、六鞋带爹你妈妈去周围玩玩 他们下不了来的 因为近几天广州的疫情很严重 刚刚好我爸爸妈妈住的区也是爆发的 有爆发的一个区 所以我都叫他们在家比较安全 不知道 那你有一段时间还没放假 去到本身是想一月放假的 但是一月开始又要电影宣传 所以我想最快都三月 天公晉身一个电台音乐颁奖礼 我最喜爱男歌手的十强 同一众新一代男歌手 好像林家謙、张天赋、洪家浩等赞奖 天公特别希望家浩可以有奖赞 刚才听到粉丝大喊 你入了十强 会否买些什么来奖励自己 十强?奖励他们 因为是他们投票 你问我今年 因为我不是很多歌 我只有一、两首歌在榜 今年因为主力做了演唱会 还有电影 所以我觉得今年也是一个学习的心态 我都没什么把握 自己都 反而是看一些新人的音乐 或者舞台表演上面 自己学一下 春年再来 家浩和家謙他们 你其实看了哪些音乐? 我觉得每一个 都是一句 每一个努力过的人 都值得得到加许 我自己今年有一些私心 因为家浩真的都一来亲上亲 我们真的好像亲兄弟那样长大 其实我和家浩和他妈妈 是真正正正的 妈妈有很第二个 因为他妈妈那时候带我 家浩又是学音乐 又是很有音乐梦想 真人版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家浩今年又多些的我谈个客户 他们唱片公司也很大力去支持他 你也可以看到 歌迷的支持率很大